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我们进入哪个朝代了? 对的,昨天我们已经从隋朝进入了唐朝 对的,最后一章我们又讲到 唐朝既虽然建立了,但是从一开始 它的内部就出现了纷争 我们看一看,出现了怎样的纷争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即位以后 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 李元吉为齐王 三个人当中属李世民国毛最大 太元起兵原是他的主义 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 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 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 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 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 在秦王府中 文的有房玄陵、杜如慧等 号称十八学士 武的有魏池靖德、秦书宝、程咬金等著名的武将 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微信比不上李世民 心里妒忌 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起来 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 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 讨他们的欢喜 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 李世民平定东都以后 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 隋宫里的珍宝 还为他们的亲戚谋观众 都被李世民拒绝了 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 说太子的好话 讲秦王的短处 谈高祖听信宠妃的话 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 建成和元吉更加的忌恨 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 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 世民喝了几重 忽然感到肚子痛 别人把他扶回家里 他一阵疼痛 竟呕出血来 李世民心里明白 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 赶快请医服药 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 但是又怕世民手下武将多 真的动起手牌 占不到便宜 就想先把这些武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 给秦王手下的武将 魏池靖德 表示要跟魏池靖德交个朋友 还给魏池靖德送去一车金银 魏池靖德跟建成的使者说 我是秦朗的部下 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 对秦王三心二意 我就成了个贪力妄意的小人 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 说着他把一车金银 原封不动的退了 建成受到魏池靖德的拒绝 气得要命 当天夜里 原吉派了个刺客 到魏池靖德家里去行刺 魏池靖德早就料到 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 一到晚上 故意把大门打开 刺客溜进院子 隔着窗户偷看 只见魏池靖德斜靠在床上 身上放着长矛 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 怕他早有防备 没敢动手 偷偷的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 建成向唐高祖建议 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伟征 唐高祖任命元吉做元帅以后 元吉又请求把魏池靖德 和秦书宝 程晓晶 三元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 都化归元吉指挥 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 调开以后就可以动手 杀害李世民 有人把这个计划 告诉了李世民 世民感到情势紧急 连忙找他的舅子 长孙无忌和魏池靖德商量 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 李世民说 兄弟互相残杀 总不是件体面的事 还是等他们动了手 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魏池靖德 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 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 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 白白等死 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 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 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 说说太子跟袁姬怎样谋害他 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 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 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 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魏池靖德 带了一支精兵 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 只等剑城袁姬进宫 没多久 剑城袁姬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 他们到了玄武门边 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 心里犯了疑 两个人拨转码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 刚喊说 殿下别走 袁姬转过身来 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世民 但是心里一慌张 连弓弦都拉不开来 李世民眼明手快 射出一支剑 把剑城先射死了 紧接着魏池靖德 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 魏池靖德一剑 把袁姬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 听到玄武门出了事 全部出动 猛攻秦王府的兵士 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 一面派魏池靖德进攻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剑 魏池靖德首领拿着长矛 气喘吁吁的冲进宫来说 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 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 秦王怕惊动陛下 特地派我来报价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 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宰相肖宇等说 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 两人妒忌秦王 施用奸计 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 这是好事 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不田地 唐高祖要反对也没有用了 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 宣布建成元吉对状 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 过了两个月 唐高祖让位给秦王 自己做太上皇 李世民几位就是唐太宗 魏征直见直言赶见 玄武门之变以后 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 东宫有个官员 名叫魏征 曾经参加过李密和斗建德的起义军 李密和斗建德失败之后 魏征到了长安 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 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 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 秦王板起脸问他说 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间挑活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问 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 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 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 不慌不忙的回答 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 觉得魏征说话直爽 很有胆识 不但没有责怪魏征 反而合言悦缩的说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 就不用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 把魏征提拔为 建议大夫 是一种官名 还选用了一批建成 原籍手下的人做官 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 背后嘀咕说 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 现在皇上封官败决 反而让东宫 秦王府的人先沾了光 这算什么规矩 这算什么规矩 再向房玄龄把这番话 告诉了唐太宗 太宗笑着说 朝廷设置官员 为的是治理国家 应该选拔贤财 怎么能拿关系 来做选人的标准呢 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 老的没有才能 就不能排斥新的 任用老的呀 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台探唐太宗不计旧恨 选用人才 而且鼓励大臣们 把意见当面说出来 在他的鼓励下 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 特别是魏征 对朝廷大事 都想着周到 有什么意见 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 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 常常把他招进内宫 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 唐太宗问魏征说 历史上的人均 为什么有的人明智 有的人昏庸呢 魏征说 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就明智 只听单方面的话 就昏庸 文言文就是 兼听则明 偏听则爱 他还举了历史上 姚顺和秦二世 梁武帝 隋阳帝等例子 说 治理天下的人均 如果能够采纳 下面的意见 那么 下情就能上达 他的亲信 要想蒙蔽 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 说 你说的多好吧 又有一天 唐太宗 读完隋阳帝的文集 跟左右的大臣说 我看隋阳帝这个人 学问渊博 也懂得姚顺好 节奏不好 为什么干出事来 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 一个皇帝 光靠聪明渊博 是不行的 还应该虚心倾听 臣子的意见 隋阳帝自以为才高 骄傲自慢 说的是姚顺的话 干的是节奏的事 到后来 鼓里糊涂 就自取灭亡了 唐太宗听了 感触很深 叹了口气说 哎 过去的教训 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 他的统治巩固下来 心里高兴 他觉得大臣能 劝告他的话 很有帮助 就像他们说 治国好比治病 病虽然好了 还得好好休养 不能放松 现在中原安定 四方归服 自古以白 很少有这样的日子 但是 我还得十分谨慎 只怕不能保持长久 所以 我要多听听 你们的建言才好 魏征说 陛下能够在 安定的环境里 想到危急的日子 太叫人高兴了 文言文就是 居安思危 以后 魏征提的意见 越来越多 他看到 太宗有不对的地方 就当面力争 有时候 唐太宗听的 不是滋味 沉下了脸 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 叫唐太宗 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 魏征在上朝的时候 跟唐太宗 争得面红耳赤 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 想要发作 又怕在大臣面前 丢了自己 接受意见的好名声 只好勉强忍住 退朝以后 他憋了一肚子气 回到内宫 见了他的妻子 掌孙皇后 气冲冲的说 总有一天 我要杀死这个乡伴老 掌孙皇后 很少见太宗 发这么大的火 就问他说 不知道陛下 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 还不就是那个魏征 他当着大家的面 侮辱我 叫我实在忍不了了 掌孙皇后听了 一声不吭 回到自己的内室 换了一套朝剑的礼服 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的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掌孙皇后说 我听说 英明的天子 才有直正直的大臣 现在魏征这样正直 正说明陛下的英明 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 像一盆清凉的水 把太宗满腔的怒火 浇熄了 后来 他不但不计恨魏征的 魏征 他不但不计魏征的恨 反而夸奖魏征说 人家都说魏征举止 粗鲁 我看 这正是他 妩媚可爱的地方了 公元643年 那位直言赶箭的魏征病死了 唐太宗很难过 他流着眼泪说 一个人用铜做镜子 可以照见 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 用历史做镜子 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 用人做镜子 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 魏征一死 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 能采纳大臣的执见 政治比较开明 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益 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 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历史上 把这段时期称作 贞观之质 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李静夜席殷山 唐太宗即位的初期 中原战事虽然结束 但西边边境上 还是很不安定 特别是东突厥 当时还很强大 成为唐朝主要的威胁 太原起兵以后 唐高祖一心对付随朝 只好靠妥协的办法 维持了和东突厥的和好关系 但是东突厥的贵族 仍旧不断的侵扰唐朝的境界 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唐太宗即位不满二十天 东突觉得杰利可汗 率领人马十多万 一直达到离长安 只有四十里的渭水边 杰利以为唐太宗刚即位 未必敢抵抗 他先派出使者 进长安城见唐太宗 扬言突厥兵一百万 马上开到 唐太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他不理杰利的威胁 把使者扣押起来 他先布置长安的唐军 摆开阵势 接着又亲自带了 房玄陵等六名的将领 骑马到渭水边的汴桥 指明要杰利出来 隔阂对话 杰利听说使者被扣 已经有点吃惊 再看太宗亲自上阵 后面唐军惊奇招展 君荣整齐不仅害怕起来 他带着突厥的将领 在渭河对岸 下马拜见太宗 唐太宗隔着渭河 对杰利说 我们两家早已定立盟约 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箔 为什么要背信弃义 带兵进犯 杰利被责备的无话可说 表示愿意讲和 过了两天 双方在殿桥上定立了盟约 接着杰利就退兵了 到这以后 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 每天召集几百名的将士 在殿前练习弓箭 他跟将士们说 外敌进犯 这是常有的事并不可怕 怕只怕 边境稍微安定 人主就贪图安逸 忘记了战争 敌人来了就抵挡不了了 从现在起 平时我做老师教你们弓箭 战时我当将帅 带领你们抵抗敌人 经过唐太宗的鼓励 将士们专心练武 不出几年 就训练出一批精锐的军队 第二年 北方下了一场大雪 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 大漠以为发生了饥荒 杰利克汗加紧对其他部族的压迫 引起各部族的反抗 杰利派他的唐兄弟 突厘去镇压 反被打得大败 突厘逃回来以后 被杰利责打一通 两人因此翻了脸 突厘投降了唐朝 唐太宗抓住这个时机 派出李靖 徐世纪等四元大将 率领大军十多万 由李靖统帅 奔路出击突厥 李靖是唐朝出年 有名的军事家 精通兵法 他在隋朝末年 归负了唐朝 在唐朝统一的战争中 立了不少的战功 公元630年 李靖亲自率领 三千精锐的骑兵 从马义出发 趁杰利不防备 连夜进军 逼近了突厥的营地 杰利毫无防备 发现唐军突然出现 大惊失色 将士们也慌了手脚 说 这次一定是唐朝 发动全国兵力来了 要不然 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呢 还没有到唐军发起攻击 突厥兵先乱了起来 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的内部活动 说服杰利一个心腹的将领投降 杰利一看形势不妙 就偷偷逃跑了 李靖攻下定乡 得胜回朝 唐太宗十分高兴 说 从前 汉朝李靓带兵五千 结果不幸被匈奴所俘虏 现在 逆三千轻骑 深入敌人后方 克服定乡 震威 威震北方 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事 杰利逃到阴山以北 怕唐军继续追赶 派使者到长安求和 说要亲自朝见 唐太宗一面派唐姐到突厥 表示安抚 另一面又命令李靖带兵 前去查看杰利的动静 李靖带兵到了白道 和徐世纪会师 两人商量怎样对付 李靖说 杰利虽然打败仗 但是手下人难不少 如果让他逃跑 以后我们再追他 就很困难了 我们只要选一万精兵 带上二十天的粮食 跟踪堆积 一定能把杰利活捉住 徐世纪也赞成这个意见 两支军队就向阴山进发 杰利克汗求和 实际上只是缓兵之际 想等草青马肥 季节的到来 再逃到末北 他看到唐简到来 以为唐太宗中他的计 暗暗高兴 防卫也自然松懈下来 当天晚上 李靖和徐世纪率领 唐军到了阴山 并领部将苏定方 率领两百青旗 冒着业务悄悄的进军 到突厥前哨 发现唐军的时候 唐军离开杰利的营帐 只有七里地了 杰利得知唐军骑兵到来 赶快找唐简 唐简已经丑机会 脱身回到了唐宁 杰利慌忙骑上 他的千里马逃走 李靖指挥唐军追杀 突厥兵没有主帅 乱成一团 唐军歼灭突厥兵一万多 还俘获了大批的 俘虏和牲畜 杰利东逃西逃 最后带着几个亲兵 躲在了荒山里 被他的部下抓住后 交给了唐军 后来押送到了长安 一度很强大的 东突厥灭亡了 唐太宗并没有杀死不入 他在东突厥原地 设立了都督府 让突厥的贵族担任都督 让他们来管理 突厥各部 这次胜利提高了唐太宗 在西北各族中的微信 这一年 回和等各族首领 一起来到长安 朝见唐太宗 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 尊称他是天克汗 打那以后 西域各族人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 不断来到长安 在这一时期 我国的高僧玄奘 和尚也通过西域各国 到了天府去 玄奘和尚取经 玄奘是长安 大慈恩寺的和尚 原名叫陈辉 洛州沟士 洛州沟士人 13岁那年 他出家做和尚 就认真研究佛学 后来 他到处拜师学习 精通佛教经典 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三藏就是佛经 佛教经典的总称 他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 错误很多 又听说天竺地方 有很多的佛经 就决定到天竺去学习 公元前629年 也有说是527年 他从长安出发 到了梁州 当时朝廷禁止唐人出境 他在梁州 被边境的兵士发现 叫他回长安去 他逃过了边防关卡 向西来到玉门关附近的瓜州 玄藏在瓜州 打听到玉门关外 有5座堡垒 每座堡垒之间相隔100里 中间没有水草 只有堡垒旁有水源 并且由兵士把守 这时候梁州的官员 已经发现他偷越边防 发出公文到瓜州通缉他 如果经过堡垒 一定会被兵士捉住 玄藏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 碰到当地一个湖族人 名叫石潘陀 愿意替他带路 玄藏喜出望外 便卖了衣服 换了两匹马 连夜跟石潘陀一起出发 好不容易混出了玉门关 他们在草丛里睡了一觉 准备继续吸进 哪想到石潘陀走了一程 就不想再走了 甚至想谋杀玄藏 玄藏发现他不怀好意 把他打发走了 打那以后 玄藏单人匹马 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 约莫走了八十里 才到了第一宝边 他怕被守兵发现 白天躲在沙沟里 等天黑了 才走进堡垒前的水源 他正想用皮带盛水 突然一只剑射来 几乎射中他的膝盖 玄藏知道躲不过 索性朝着堡垒喊道 我是长安来的和尚 你们别射箭 堡中的人停止射箭 打开堡门 把玄藏带进堡垒 幸好守宝的校尉 王翔也是信佛教的 问清玄藏的来历后 不但不为难他 还派人帮他盛水 还送了一些饼 亲自把他送到十里外 指引他一条通向第四宝的小道 第四宝的校尉 是王翔的同族兄弟 听说玄藏是王翔那里来的 也很热情地接待他 并且告诉他 第五宝的守兵十分凶暴 叫他绕过第五宝 到野马泉去取水 再往西走 这是一片长八百里的大沙漠了 玄藏离开第四宝 又走了一百多里地 迷了路 没有找到野马泉 他这样拿起随带的水带喝水 哪知一失手 一皮带的水 都泼翻在沙土上了 没有水 怎么越过沙漠呢 玄藏想折回第四宝去取水 走了十几里 忽然想起临走的时候 他曾经立下誓言 不达到目的地 绝不后退一步 现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 想到这里 他拨转马头 继续朝西前进 大沙漠里一片茫茫 上不见飞鸟 下不见走兽 有时一阵旋风 卷起满天沙土 像暴雨一样落下来 玄藏在沙漠里 接连走了四夜五天 没有一点水壳 口渴得像火烧一样 终于支不住昏倒在沙漠上 到了第五天半夜 天边起了凉风 把玄藏吹得清醒过来 他站起来 牵着马又走了十几里 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个池塘 有了水草 人和马才摆脱了绝境 又过了两天 终于走出了大沙漠 经过一五到了高昌 高昌王曲文泰也是信活的 听说玄藏是大唐来的高僧 十分敬重 请他讲经 还恳切地要他在高昌留下来 玄藏坚持不肯 曲文泰没法挽留 就给玄藏准备好行装 派了二十五人 随带三十匹马顾送 还写信给沿路二十四国的国王 请他们保护玄藏过境 玄藏带领人马 越过雪山冰河 冲过暴风雪崩 经历了千辛万苦 到达了岁叶城 受到西突厥克汗的接待 达纳以后一路顺利 通过西域各国进了天竺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 有很多的佛教古迹 玄藏在天竺游历各地 朝拜圣迹 向高僧学习 有一次他在乘船渡恒河的时候 碰到一群强盗 他们迷信妖神 每年秋天都要杀个人祭神 船中的强盗看中了玄藏 要把他杀了祭神 玄藏再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 只好闭着眼睛念起惊来 说来也凑巧 这时正好起了一阵狂风 河里啄浪汹涌 差一点打翻了船 强盗害怕起来 赶快跪下来忏悔 把玄藏放了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 当地人都还认为 玄藏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呢 天竺摩羯托国 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 叫做纳烂陀寺 寺里有个戒贤法师 是天竺的大学者 玄藏来到纳烂陀寺 跟着戒贤法师学了五年 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 摩羯托国的戒日王 是个懂主信佛教的国王 听到玄藏的名声 在他的国都许女城 为玄藏开了一个 隆重的讲学大会 天竺18个国的国王 和3000多高僧到了会 戒日王请玄藏在会上讲学 还让大家辩论 大会开了18天 大家对玄藏的精彩演讲 十分佩服 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后戒日王派人 举起玄藏的袈裟 宣布讲学成功 戒日王接近 接见玄藏的时候 说起 他早就听说 中国有一个英武的秦王 玄藏告诉他 秦王就是现在的大唐皇帝 玄藏的游历 不但在佛学上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公元645年 他带了600多部佛经 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长安 玄藏和尚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 轰定轰动了长安人民 正在洛阳的唐太宗 对玄藏的撞举十分赞赏 在洛阳行宫接见了玄藏 玄藏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 向太宗做了详细的汇报 在这以后 玄藏就定居下来 专心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 他还和弟子一起 编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 在这本书里 他把亲自到过的110个国家 和听过的28个国家的地理情况 风俗习惯记载下来 成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 由于玄藏取经这件事 本身带有传奇的色彩 后来在民间流传了许多 关于唐僧取经的神话 说他取经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妖魔鬼怪 这当然是虚构出来的 到了明朝 小说家吴承恩 根据民间传说 做了艺术加工 写成了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 《西游记》 在我国文学史上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那里的故事 跟真正的玄藏取经事迹 已经离得很远了 非常感谢 你又跟我读完了四章 这四章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吧 因为我们昨天有讲到说 唐朝刚一建立 内部就发生了纷争 很快这场纷争就结束了 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就是秦王李世民的两个兄弟 想要谋害他 那么呢 李世民结果把他们全部杀掉 并且夺取了他的父亲的皇位 当然我们书里面是说 他让位是自怨的 那么具体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去查一下 相关的历史资料 我们最后一章讲到哪呢 我们最后一章讲到了 玄藏取经 玄藏取经呢 他应该是西游记的来源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